国立台北大学中文系14号举办了成年礼活动 为系上年满20岁的学生加冠 而且还有一系列的闯关活动 赋予成年学生不同的责任和精神 通达 通达 强力而不反畏之大者 散人 服然后主以 化名义俗 尽者岳福而愿者怀之 此大学之道也 国立台北大学中文系今天举办成年礼活动 遵循鼓励并加以改良的成年仪式 由校长及中文系主任亲自主持 北大中文系主任马宝莲表示 成年礼在古代是每个人都必须经过的礼节 因此学生们穿起正式的旗袍 迎接这人生重要的一刻 因为这个荡二的学生呢 正好在我们学校过20岁 所以我觉得我们择乎旁贷的呢 有必要把我们古时候的经典 礼记的冠意的精神 冠礼的仪节的意识 告诉大家 希望他们在这里呢 能够成长大学大人之学嘛 让他们体会这个深刻的含义 学生们一层一层往上爬 总共有12道关卡要通过 每道关卡必须向教授们 背出指定的经典诗文 学生们绞尽脑汁背诵诗词 就连缅甸香港的学生也不例外 统统都得叫规定来 就是因为必须经过教授的认可 才能够继续往上爬 过程上争着步步高升也代表着背负的责任即将越来越大 天之道也 神之者仁之道也 神者不免而中不适合的 从中到胜人也 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参与 另外也邀请了在北大就学的外籍学生一同来体验 传统亚颂乐舞的演出 是大一中文系学生结合诗词意义的表演 波兰籍的学生看得目瞪口呆 透过这场文化交流 让学生们实际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精髓 中家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意义